大家好,今天是2月19日,星期一 首先看看北水整體 由於北水現在時初時入 現在亦有加上國家隊 所以我自己很憎慮,先不要太多資訊 減少一點 我們只需要去看看 過二十日,北水平均流入是怎樣 那就知道了 過二十日平均,就是啡色線 基本上是向下的 要它好像這樣向上才是比較好的 這個就需要我們遲一點去留意一下 不需要太多其他流入去個別股票 不需要去理它 再跟著看看,今天的板塊移動 今天最動的最多就是煤炭股 煤炭股今天升了整體的板塊,升了3% 這是很勁抽的升幅 所以就需要留意一下 好,這些五個最多的板塊就是煤炭 蛇流天然氣 還有農產品 最近這兩個星期來 都是站在前十的 紙及林業產品都是站在前排的 這個代表什麼呢 這個代表可能是經濟比較有些復甦 所以紙的用品就會增加了 所以紙的用品就會增加了 煤炭方面呢 那升了最多的就是這個 行定實業 那這些只有九個仙 升升15% 那這個中國巡法呢 都有些東西的 那它是豪子股來的 藍窩壁這些是升了 我基本上以前就沒有什麼理會它 現在開始有多些人看它了 那其實我自己覺得就是 行定、中國巡佛、藍窩壁的影響 中匯盟源、蒙古能源、神華 等等等等 還有手槓之類這些 都是值得去大家 起朋友去多一點點留意一下 那再跟著農產品方面 那這個就是好像衛生國際那樣 升升85% 不過有五個仙的而已 升了兩個仙 那基本上那些很多都是蚊型股的 那除了一隻是超大 除了是藍順 康德木葉 那這些比較大隻些之外 其他呢都是沒有什麼太大 欲動 那中標珠寶 這些都是好蚊子股來的 除了是六幅 六幅升幅 又沒有人家那麼多 好啊 石油的偏遠氣 那其中大家需要多點留意 是一個山東墨龍 六八 那這個來不久就會爆升的 那其他的中海用石油 這些就是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膽來的 那紫葛林業呢 你找到一隻信寶 那楊光子業 美文造子 這幾排都一直都比較好的 那九龍子業就比較 立些 神明子業有時候入榜 有時候不入榜 好了 那我們看看一個個別的股票表現 一看已經不開心了 很多都是綠色的 綠色即是變成恆生中國企業 騰訊 營股基金 美團 阿里巴巴 中國平安 比亞迪 那些全部都滑下來 友邦都滑下來 那就是 很多都是 投資者看見都心痛的了 那再跟著我們看看 就是 其子 其子 去到 近保利加通道 上軸的時候 就看到就有所受阻力 落回來 不落回來這個是 就是 不足為奇的 同樣一件事 不要跌穿保利加通道中軸 那個中軸現在位是158 那或者 高一點點 不要跌穿160 那這樣 短期的阻力位 就不是保利加通道頂這裡 那我個人認為短期的阻力頂 就應該是去到這個 是1,0007點這裡 1,0007點這裡 1,0007點 就是之前的一些 就是這些高位區 這些股票去到之前的時候 這裡都見過它了 這隻 這隻 就是 最低位1,0007,0004,0002 最高位1,0007,0001,0003,0001 那就是大事上 在1,0007點這個地區裡 如果能升貨這裡之後 那就比較好一點點了 大家看到也知道的了 這個1,0007點的時期之中 是 1,0007點 1,0007點 大家看到了 這裏是一個比較大的阻力區 來的 升穿了 就可以首先 看這個阻力區的頂部 但是 1,0005點 這個一直都是這樣說 今年的話 我們應該是有條件 是見到這個是 一百多 以至去二萬的 這個慢慢大家要等等了 這個慢慢大家要等等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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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